來 回家手機怎麼樣 不能有指紋 這個是我 戴起 就是我們愛滑手機 超級愛滑手機 但是我有一個會 影響到大家的強迫症 就是我回家之後 一定要做一個很神聖的事情 就是我要清潔我的手機 而且我的清潔是拿酒精 很認真地把我的手機 認真地擦過一遍 就是一定要每一個 縫隙都不可以有 然後我還要用乾的那種紙巾 然後再用那種擦眼鏡的眼鏡布 然後很認真地把它擦乾淨 有的 明明有保護殼了 那殼還要再拆掉 對 我就是那種 就是保護殼一定要拆 殼也要擦 清潔得非常非常非常乾淨那種 大概可能要花個半小時左右 因為我覺得手機很髒 所以回家其實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清潔手機這件事情 然後清潔完之後 我就會跑去洗澡 洗澡完之後 大家就會找不到我 因為我就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今天 別人打電話給我 或者是傳訊息給我 對 我還要再重新清潔 是太麻煩了 妳應該去買那個 就是珠寶銷售人員的那個手套 手套 妳如果有一種白色的手套 就每次要拿珠寶給妳看 要戴那個手套 對 你要買那個手套 回家就是要用那個手套 但是她也點不開了 點不開 對 這種很浪費 但其實別人傳訊息給我 我是看得到的 因為我們現在有那個 臉部的解鎖功能 我是看得到 但我都不會會 那妳是會流手汗的人嗎 我 還好一點點 因為我發現像我這種 很容易流手汗的人 就算就是假設妳要點外送 然後妳手機拿給我點的話 我也會把人家手機用髒 因為我的手就會流手汗 所以我點上去 就會有我的指紋 對 我最喜歡這種 那這樣我們就不能當朋友了 而且有一次很誇張 就是發生了一個意外 就是新聞上有發生了一個交通的事故 交通的意外這樣 然後媽媽看到 因為那天我剛好要準備去那個地方玩 媽媽看到超緊張 想說會不會我發生什麼樣的意外 然後呢 會不會是妳 對 不是我 瘋狂的傳訊息 傳訊息或者是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就是沒接嘛 然後她後來打到 嚇死 死小孩 對 她後來就是打給我朋友 然後我朋友才跟她回覆說 我沒有事 我很安全這樣 結果回到家 被媽媽臭罵一頓 真的很困擾我 這個強迫症 對 家長會急死 手機強迫症還滿多種類的 雨柔的問題也是滿嚴重的 像我每天睡前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要把我手機上所有 E-mail收完 然後我的信箱是不能有那個 哄完了 妳看我手機會發瘋 我有上萬 我跟妳講 對 很多朋友 可以點開這樣嗎 就不點開 我有很多朋友 他的聊天 我每一瓶都會點開 我另外一個強迫症是 妳現在隨時檢查我的手機 絕對不會有任何App 上面有點點說 一折兩折三折 我的網絡跟LINE也很多 因為有些我就不想讀 我就忘了 我有一次就是刪完那些點點 然後準備要睡覺 然後就當我很累 那個睡意來的時候 然後妳聽到手機響 就是有訊息的聲音傳進來 我想說 然後妳就起來 又有真的 HONDY那把刪掉 妳手機要關掉 我都關掉 我那時候都沒關 因為我想說 因為我跟家人 就沒有住在很近的地方 所以我很怕晚上 會有什麼重要的事 所以我不敢關靜音 然後就一路這樣子 就是我要睡 然後訊息又來 然後我就起來刪掉 然後要睡 訊息又來 我就一直反覆說 我到早上6點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像 有的時候會要把它滑掉 會用在譬如說聊天的那個App裡面 就是有的人跟你講話 妳雖然看得到這個人跟你講話 但妳就不想點開 我就不想點開 但我要睡覺了 那怎麼辦 真的 我整個直接刪掉 我直接刪除 因為妳如果點開 他就被看到妳看到了 他就看到我已讀 但我不想已讀 因為我覺得這個時間 我就是不想要 但是我又不想看到那個紅點點 我就把它整個聊天室都刪掉 所以很常會發生 就說我跟你講什麼 你什麼都沒有讀什麼什麼 怪不得我一直半夜 那時候我想要恭喜妳交信男朋友 屁人才沒有 亂講 等於就被妳划走了 亂講 但我是 我沒有每一個都點開 所以常常我就會忘掉 就是我沒有開 我也不讀 然後他就一直往下 對 就接很多 然後我根本不知道誰找我 因為有的人的 電郵跟聊天的App 他的那個訊息量是 點點可以到999 我真佩服妳們這種人 我上次看到一個眼科醫師 他的LINE 累積1200多折 沒有點 我就覺得很了不起了 現在妳還有 沒有上萬 沒有點開 三萬多 妳為什麼不去點開它 因為已經 日月累積好幾年了 我要怎麼去點開 因為有一些都已經 可是問妳還有點點在 妳就把它刪 乾脆一不做二不休閒 三萬多怎麼刪 全部刪掉 怎麼比 因為有一些要留底 那怎麼辦 所以我就不管它 就視而不見 我如果全部Read out Delete out 那取消通知 以後那個也不會出現在上面 就是取消通知 讓那個數字什麼沒點開了 對 要不然就是 你要留底那個 你把它插一個旗子 它可以點一個旗子在 它就是重要訊息 那個很痛苦 三萬多折 妳大概創下台灣手機 史上的最高紀錄 沒有人這樣的 E-mail 不是我的 E-mail 也沒有人這樣的 十年了 十年了 所以三也無所謂 對 太恐怖了 但是我是那一種就是 我希望 它除了它的指紋之外 我希望我的頁面 一打開 點開 是乾乾淨淨的那一種 所以我會很有條理 比如說我會紅色的APP 全部都放在一個框框 白色的APP 放在一個框框 你看你也有872 你的mail 但是這是剛剛拍 就是還沒有回家 你的Gmail有5000多 那是回家還沒有點開的 那有一些是垃圾訊息 直接是在垃圾桶 我沒有把它刪掉的 但是基本上如果像 那種LINE上面 會有幾百封訊息 只要一個錄影出來 就是一百多封 兩百多封 我是有一些就是懶得看 我就直接划掉 所以有一些 我都不知道誰傳給我 所以我會把顏色在一起的 幾乎都放在一起 會配色 可是很多人一般都是會 比如說 功能性 對 功能性 比如說音樂放在一起 影片放在一起 或社群放在一起 但是我沒有 我就一定要顏色放在一起 顏色放在一起 一個框框 對 我老婆喜歡歸類說 這是媒體類的 就把它擠在同一格裡面 這是音樂平台類的 我就不要這樣 我就說什麼 一個一個 因為如果擠在同一個格子裡面 看起來就覺得醜 好了 於是我的手機 一頁一頁划大概 10頁 怎麼這麼 你10頁 每次我老婆緊急 要接我電話的時候 比方說她要播 KKBOX給小孩聽好了 然後她邊划邊生氣 在哪裡 你這樣自己怎麼找得到 我說第五頁 上面算來 第二行 然後左邊算過去 第三個 我就記得 因為你就記得 假設好會防止老人痴呆症 然後最常用的 一定放在第一頁 所以我不會用顏色 我以常用的程度 然後次常用的 我就放在最後一頁 因為你放在中間 你反而有時候急忙 有時候找不到了 不好滑 不好找 所以當你 比方說我們要坐高鐵 我們車票在高鐵APP裡面 但是因為你沒那麼 常坐高鐵放在第一頁 你只要 不假思索 滑到最後一頁 她就在那邊了 就是這樣 這是我教的一個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邏輯 對 好 來 我們最後一個 衣服上不能有任何污漬 來 Nike 就是我 因為其實我是完全不能接受 我的衣服上面有任何一個污漬的 就不管在哪裡 然後不管跟誰出去 只要被我發現 可能衣服上面有污漬的話 我就會立馬衝回家換衣服 一點點都不行嗎 一點點都不行 滴到一點點咖啡 完全不行 一小坨番茄醬 那個真的是會哭 口紅 不行 完全不行 紅酒 都不行 高粱酒 都不行 因為其實就是我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另外一半 都會知道 千萬不可以弄髒我的衣服 我是真的會 生氣的那一種 有一次跟朋友出去吃飯 然後去吃那種麻辣鍋 麻辣鍋可能會有那種加高湯 它滴到我的 對 它滴到我的衣服 麻辣鍋就是要穿深色衣服去 很醜你知道嗎 就是它會有一滴辣油 紅紅的在那邊 然後就瘋狂的跑回家換衣服 不管三七二十一這樣 大家都會嗎 那這樣小孩子怎麼辦 如果未來有生小孩的話 不會跑回家了 小朋友超容易把東西弄上去的 隨身攜帶的那個 去自筆 你說 去自筆 好 所以那個就是油漬類的 都要在第一時間處理 有 所以你要帶去自筆 對 去自筆很好用 好 經過這一集 反正你們就認得這些臉 我們拍到頂了 太乾淨是好事 維持整齊也是好事 跟他們相處 其實有困擾還滿多的 你還不是要每天在刷那個 對 我也是為了地板 還不是每天在那邊生氣 對 但是我是屬於氣自己 對 但是這個也沒辦法 每個人 就是這個不強迫 就會去強迫別的 大家這些人都會 如果因為強迫症產生焦慮 那就看11點就炒電 笑一笑 輸壓 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